日式料理店挂上红布条 写着这里改卖蔬食 如果能透过我们的手艺也好 我们技术也好 我们把葷式喜欢的味道 把它转换到植物上 也许对这些动物或者对这些生命 是能得到一个 帮他们得到一个舒缓吧 那它其实全部都是不含动物性 其动物性调味料 日本料理职人26年 开店15年的胡才兵 不舍牺牲动物生命的念头 不考虑成本收益 决定由婚转速 确实它是疯了 怎么可能 十个位置你要开一家店 你要怎么营运 你要怎么平衡 全部重新开始 从头开始 透过我们这样的专业 帮助就是吃婚食的 那开始进入素食 能够做到这件事 我觉得那是我们当时一辈子的成就 师父也是跟我们讲说 就是要多吃素 然后看可不可以度过这一次的那个疫情 历经两年研发 在肺炎疫情严峻时 翻转卖蔬食 胡才兵的日式料理台 海鲜换成蔬菜水果 用蔬食爱护生命 疗愈人心 大爱新闻学员 香红树高雄报道